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是除夕夜 但是我老公要出席婚礼 所以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倒数活动 而今天就是元旦日 我们决定在新一年要去吃好西 所以会带大家去一间我们经常去吃的日式房题餐厅 我和老公都觉得他的食物挺好吃的 不过我觉得用餐环境就不一样了 看下我们点了很多食物 饮品种类都很多 有酒和特调的饮品 第一个必食推介就是这个饿肝多士 它在一片脆饿肝上放了饿肝 用黑沙律和果醬 来日式房题必食的芝麻鸡翼 这个是他们新出的脆炸软鹤蟹 但我就觉得普通啦 可能因为炸粉太多了 所以不太好吃到软鹤蟹 这个是烧鰻鱼 酱汁甜甜的都很好吃 烧一口牛都不错 其他烧物例如烧牛舌 烧大虾和烧鸡也是我们必点的 我老公好喜欢吃的烧羊架 这个是黄金烧扇贝 沙律酱是超好吃的 这个是黑松露虾多士 他们的三文鱼都很厚切 如果是三文鱼腩就会更好 拖罗当然不及DONKI买的那么肥美 但是以放题来说 它的质素算是不错的 我很喜欢的香葱吞拿鱼蓉寿司 还有花枝暖和软鹤蟹手卷 很欣赏他们的手卷做得比较小 那我就可以吃更多其他的食物了 还有鸭鱼 还有鸭鱼 火脊左口鱼 火脊大虾和火脊三文鱼寿司 都很好吃 泰式生虾刺身 配泰式蒜鱼汁很棒 日式小菜辣味八爪鱼 这里连中菜鲍鱼鵝掌都有 非常好 这里是石子焗杂菇 我觉得酱汁是调估得很好 这里还可以另外再点沙律酱 还有燕磨的山葵 今天是公众假期 我们晚上7点半来吃 添加一服务费 总共每位350元 以这间餐厅的食物质素和种类来说 我觉得是合理的 我继续了鵝肝多士 它们有几款甜品 我选择了香蕉薯 另外还有Harkandise的雪糕可以选择 其实这间餐厅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 但是我们的胃容量有限 所以就吃不到那么多 我将餐厅的资料放在资讯栏 大家有兴趣就去试一下 吃完晚餐之后我们还看了电影 嗯...我觉得最好看的是第一集 家附近开了添好运 所以决定在这里吃今天的午餐 添好运是米芝连餐厅 在外国好像也挺出名 有很多外国人来香港都会吃这个添好运 讲个冷知识给大家 原来添好运是2021年 已经被菲律宾年锁炸鸡店 Jolie B收购了 我回来周到最后 在那边在那边 既然可以吃到没有 全部都会吃到 我都会吃到一口 也会吃到一口 也会吃到这种地图 吃完點心就是做運動 這兩天真的吃了太多了 晚餐想吃Joliebee 他進駐了香港這麼久我都沒吃過 買了炸雞和薯條 晚上不想吃太多碳水 所以就沒買到他們的意粉 想嘗嘗這個台式奶茶 買了半堂烏龍鮮奶茶 他們這個繩子的設計很好拿 這間的絲麥茶也挺好喝的 好 好 薯條和一般快餐店的味道差不多 如果是炸雞的話我覺得就還好 味道好像有點淡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吃KFC的炸雞 今天我要來吃放題了 但今次是韓式燒肉當題 平一夜晚都不算太多人 這裏主要都是用電話去Scan QR Code落單 但外面都有食物可以拿 這裏是蔬菜區 有幾款的菇類 脆肉瓜 粟米 南瓜 和生菜等等 旁邊可以針葉茶和果汁 雪糕的話它就有dry日雪條和著巢雪糕杯等等 這裏還有沙律巴 韓式小食就有泡菜和芽菜 而另一邊都有小食的 例如有涼拌雲耳 醉雞翼和拍青瓜等等 甜品的話就有泡芙、紫薯杯、忌廉湯和糖果 醬料最基本就是有韓式辣醬、燒肉醬、甜酸烤肉醬 另外還有蒜蓉、大醬和鹽醬 夜音的話就有不同的汽水、烏龍茶和綠茶等等 海鮮的話我們點了生蠔、帶子、扇貝和蝦 我們都覺得生蠔生食會比較好吃 因為燒起來你會怕它不熟 但過熟又會很乾而不好吃 但扇貝和帶子都是不錯的 都挺新鮮 牛肉的話我們點了肥牛、西冷、雪花牛仔肉、牛柳粒和牛肋骨等等 因為它的肉沒有醃製過 也不是安格斯牛肉 所以味道其實很普通 也沒有牛肉味 另外我們點了雞翅、雞腎、豬頸肉和豬大腸等等 味道正常沒什麼特別 而他們的蝦是不錯的 很大隻很新鮮 這是溫泉蛋香蔥紫菜飯 我覺得有點像牛角飯 但很好吃 另外還有炸物 例如炸餃子、炸魷魚圈和炸雞 味道都是不錯的 這是韓式水腩麵 我們第一次吃 酸酸甜甜超好吃 而且麵很有彈性、很有咬口 來吃韓式燒肉 當然要像韓劇或者中藝節目一樣 用生菜包肉來吃 順便解一解油膩 甜品的話我拿了吉士泡芙和Tiramisu 泡芙不錯 但Tiramisu就普普通通 我們在平日夜晚8點來吃 連加一服務費每位大概是265元港幣 以燒肉放題來說 他們的價錢是中規中矩 但食物的味道真是比較普通 反而他們的小食和料理是比較好吃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覺得怎樣 你們會不會來試一下呢 不過這裡的店員服務態度都不錯 而且收夜速度都很快 我四天吃了兩次放題 是很放縱 現在開始要吃得清淡一點